目前亞洲地區 中國 蒙古 越南 柬埔寨 北韓 遼國 緬甸 菲律賓 韓國 東地溫和印尼 十一個國家陸續發生非洲豬瘟疫情 沒有減緩趨勢 面對春節入境旅客高峰 3號上午行政院栽訪辦公室主任吳武泰 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一行人到桃園機場巡檢檢疫作業 每一次在過節的時候 上一次的時候是中秋節的時候很清楚的 就是攜帶肉類產品入關的這個情形的百分比就會升高 即將來臨的這個春節還是一大考驗 因為旅客人數增加的時候這案件數就會再增加 預先來這邊巡視 看看就是說我們的強化措施 希望不要阻礙我們返鄉的這個通關的速率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出 非洲豬瘟病毒跨境傳播的主要管道 就是旅客違規攜帶疫區豬肉製品 邊境面臨病毒入境威脅仍大 再加上武漢肺炎疫情 桃園機場加強雙防疫 下飛機的時候就開始做有關這個疫病 本身它的一個檢測 像發高燒的或是咳嗽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列為重點 來做一個檢疫的追蹤 雖然中國尚未公布檢驗結果 肺炎種類和傳染原因仍不明確 但在訪辦公室表示台灣已針對 武漢直航入境班機進行登機檢疫 落實邊際檢疫應變措施 加強入境旅客發射篩檢 嚴正以待 原始新聞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